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但每个零件走向衰老的过程却有先后,老了老了,不少二十多岁的朋友都喜欢这么自我调侃,殊不知,这话还真说对了,大脑,被脏等器官开始老化的时间比你想象中要早,英国研究专家通过研究总结了人体衰老时间表,快来看看你正处于什么阶段,要如何应对吧? 一肺功能,二十岁开始减弱,肺功能的减弱是从二十岁开始的,当人进入四十岁后,有时走路都会变得气喘吁吁,部分原因是控制呼吸的肌肉和肋骨变得僵硬,是肺的运转困难,肺的残体量已增加 对应方法,一,吸烟是肺部衰老的第一大杀手,抽烟的人最好要戒烟,二其次是多运动锻炼,特别是肺活量方面的锻炼,猪跑不等 三,多到空气新鲜的郊外,氧气充足的树林中走一走,洗洗肺 四,多吃新鲜蔬菜,水果,比如离可以论肺,葡萄,苹果也都有利于肺部保护 二,大脑,二十岁开始衰老,随着年龄的增长,大脑神经细胞的数量开始减少 之前人体大脑神经细胞有一千亿个,到二十岁时开始逐渐减少 到四十岁时,大脑神经细胞每天损失一万个,响应地板随着出现极力下降和大脑功能减退 应对方法,下午三点后到下班前,是出现伤脑筋症状的固定时段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暂时从工作中脱离一下,吃个水果补充葡萄糖 在办公室里面散散步加快血液循环,玩玩速度给大脑做体操 将大脑放松一下,远离疲惫 三皮肤,二十五岁开始衰老 二十五岁时,身体和成胶原蛋白的速度放缓 皮肤的衰老开始了 当死皮细胞不脱落,生成的新皮细胞又不多时 皱纹就出现了,应对方法 据德国世界报报道,研究人员发现多吃胡萝卜 会让人显得更年轻,重也会减少 因此,多吃绿叶蔬菜和黄色,橘色的水果等含有类胡萝卜素的食物 适当地补充维生素C,可隐缓皮肤的衰老 四头发 三十岁开始衰老,男性出现脱发现象通常出现于三十岁之后 一根头发通常是从发脑中长出的 三年后脱落,然后新的头发长出 然而,男性三十岁早期受膏丸激素 水平的周期影响变化 导致发脑收缩出现脱发现象 这样,每一根青长出的头发比之前更加细 最终所有发脑越来越收缩,细头发长不会从头发长出来 许多人到三十五岁之后会出现许多灰白头发 在我们年轻时,我们的头发是黑素细胞发脑形成的色素控制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黑素细胞的活跃性降低 更少的色素生成,头发颜色变淡 灰白色头发逐渐出现 应对方法,按摩头皮 每次五分钟,早早各一次 一力度以头皮微痛为疑 按摩时,双手指腹吹直于头皮 从前发际线到后发际线 眼睛落走行方向轻轻扣肌 从前到后,并逐渐向两侧移动 扣肌按摩整个头皮 不可用指甲,坚持输敲肌 也不要太用力 五,肌肉 三十岁开始衰老 肌肉组织经常被建立和分解 这一进程在年轻成年人中 具有很好的平衡能力 然而,当人们进入三十岁之后 肌肉组织的分解大于形成 一旦人们进入四十岁之后 人们则开始每年失去肌肉组织的0.5%到2 但是有规律的体育锻炼 可有助于避免该现象的发生 应对方法 经常锻炼可能有助于预防肌肉老化 同时有研究发现黑巧克力中的表儿茶酸 可以增加老鼠的肌肉力量 因此可以适当吃一些巧克力 并积极进行锻炼 这样也是锻炼肌肉的好方法 六,经历 三十岁开始下降 应对方法 一,使用耳机的时间不能太长 建议一小时左右要休息一会 让耳朵透透气 耳朵吃寒鲜 且,该丰富的食物 有助于扩张微血管 改善内耳的血液供应 防止听力减退 七乳房 三十五岁开始衰老 当女性进入三十多岁 七乳房开始逐渐失去组织和脂肪 乳房的大小和丰满度开始减小 当女性进入四十岁 其乳房开始下垂 乳运开始相应地收缩 值得提醒的是 尽管随着年龄的增大 会增大出现乳血癌的概率 但这与乳房结构改变有没多大关系 应对方法 一,二十岁后少时吸纳食品 穿稳固的内衣 二三十岁后要注意尝后的胸部变化 三,三十五到四十岁以上要每一到两年定期检查一次 每天睡前可挤住十到二十分钟进行乳房按摩 同时还能自浅 方法是平躺在床上 以乳头位中心 用指腹按顺时针方向 紧贴皮肤进行循环按摩 以手指能处压到肋骨位移 一旦发现有结结 肿快的情况 最好尽快找真科医生详细检查 把生殖能力 三十五岁开始衰老 女性生殖能力开始从三十五岁减弱 乱潮内的卵细胞质量开始下降 其子宫内币变得更加薄 使得手精几率降低 同时对精子形成一种环境敌意 男性生殖能力也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减弱 当他们进入四十岁之后 其配偶流产概率很高 其原因是精子质量下降 应对方法 一、生娃要赶早 四十岁后只有百分之十的人有生育能力了 看病别太懒 三十五岁以前一年不孕 三十五岁以后半年不孕 最好看生殖专科医生 二习惯要养好 提前两个月风山玉林 解天解酒 手喝饮料都喝水 不要过度劳累 运动要适量 同时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 有助于怀孕 在心里放轻松的情况 效能提高百分之二十的受孕率 九股质 三十五岁开始疏松 人的骨细胞一直在不断损耗与不集中 而到三十五岁 损耗速度开始加快 最终损耗大于不集 日性步入更年期后 骨骼更日趋脆弱 更容易发生骨质疏松症 应对方法 一 多食用汗干 灵膏的食品 如鱼 虾 牛腩 芝麻酱 杂粮 绿叶蔬菜等 二 坚持科学的生活方式 坚持体育锻炼 五十岁 以后尽量每年进行一次骨密度检查 十牙齿 四十岁开始衰老 随着年龄的增长 人体将生成更少的唾液 而唾液可以创走细菌 因此牙齿和齿银更易遭受腐烂 随着年龄进入四十岁之后 齿银也逐渐开始衰减 应对方法 认真刷牙 每个咬面需要刷十五到二十次 下面牙齿从上往下刷 下面牙齿从下往上刷 里外面刷法是一样的 刷上下咬咬合面时 将牙刷放在牙齿咬合面上 稍用力以水平方向来回刷 而且 每半年或一年最好去洗一次牙 十一眼睛 四十岁开始衰老 当人们进入四十岁之后 很普遍的许多人都会选择使用眼镜 他们出现的老花眼 会影响我们近距离观看物体的能力 英国南安福顿大学眼科学教授安德鲁洛特瑞特 随着年龄的增大 眼睛视觉聚焦能力恶化 其原因使眼睛肌肉变得虚弱 应对方法 工作间隙部分画画十字 身体坐直 伸出十指 在脸部前方正中 将眼珠跟随指尖向左边慢慢移动 然后回到正中央 再一次向右 向上 向下移动 每次连续做五到十次 每天合作三到五次 能促进眼部肌肉和结状体的运动 缓解脸疲劳 十二心脏 四十岁开始衰老 心脏会在四十岁左右开始衰老 向全身输送血液的效率降低 血管壁弹性下降 动脉变硬 容易导致脂肪在冠状动脉堆积 应对方法 多做运动 根据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发表的论文中所述 运动能够诱导生理性的心脏生长 增强心脏的修复功能 对于保护心脏免受定理性 重塑具有一定作用 十三前列腺 五十岁开始衰老 伦多尔前列腺中心主任罗杰克尔比较受胜 随着年龄的增大 前列腺经常会变得肥大 从而导致尿瓶现象 这就是五十岁之后过半男性出现的前列腺增生 而在四十岁之前很少出现该病症的原因 前列腺增生是由于前列腺吸收了大量的男性高氨激素 从而增强了前列腺细胞的生长 正常的前列腺大小仅没有胡桃一般 但是前列腺增生后 会增大至橘子大小 应对方法 平时养成及时排尿的习惯 特别是老人 平时不要憋尿 饮食上避免高脂肪类和鲜辣 咖啡与酒瓶等刺激 多食蔬菜水果 煎果类食物 如南瓜子等对保护前列腺很有益处 十四肾脏 五十岁开始衰老 五十岁时 人的肾脏开始衰老 憋尿的能力变差 男性前列腺开始出现增生的问题 应对方法 一、多喝水 每天至少喝八杯水 且不要憋尿 二、合理膳食 营养均衡 多锻炼身体 少吃药 不滥用抗生素 有利于肾功能 三、平时也可以多按摩腰部 十五肠道 五十五岁开始衰老 一个健康的肠道 可以在有害和无害细菌之间 建立很好的平衡关系 伦敦医学院免疫学教授 汤姆·麦克·唐纳特 但是当人们的年龄超过五十五岁时 肠道消化系统中的无害细胞指数逐渐下降 最终的结果是 我们将遭受消化能力减弱 肠道疾病增加的事实 其中便利就是随着人体衰老 中老年所经常表现出来的一种症状 应对方法 要做到两通 一是保证消化到从出口到入口一定要通 二是保持心情愉悦 情绪畅通 当然 一些小技巧也能帮助养护肠胃 比如吃饭食细加慢液 增加膳食纤维渗入等 十六味觉嗅觉 六十岁开始衰退 我们一生中最初舌头上分布 有大约一万个味蕾 到老了之后这个数可能要减半 过了六十岁 我们的味觉和嗅觉逐渐衰退 部分是正常衰老过程的结果 应对方法 尽量不抽烟不喝酒 也是对嗅觉和味觉的保护 常年吸烟 鼻炎等问题 会导致嗅觉味觉的过度或早衰退 十七声音 六十五岁开始衰老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的声音会变得消声和饲料 进入了六十五岁 喉咙中的软组织会逐渐变弱 从而影响喉咙声炎的音调 响度和质量 女性的声音可能会变得嘶哑和音调降低 而男性则相反 她们的声音会变得稀薄和音调高抗 应对方法 一 正确发音 是所有人最好学习的护嗓方法 正确的发音 引由身体多部位共同作用 运用腹部 隔肌等的力量 二 不能用假声 憋着嗓子说话 会加众生呆磨损 三 感冒期 严正期要及时 否则有急性转为慢性 根植就将较难了 四 尽量避免分成刺激 十八膀胱 六十五岁开始衰老 当人们进入六十五岁之后 会逐渐减弱对膀胱的控制 膀胱功能的减弱 随着人体的衰老是很明显的 但并不是完全的 女性更容易出现膀胱问题 当六十五岁之后 他们经历过去经期 磁性激素下降使尿当中的组织变薄 变弱 减少对膀胱的支持 老年人的膀胱承受能力与中年人相比 只是中年人的一半 应对方法 如果出现尿贫尿疾 你可以和你的膀胱多点交流 做点膀胱训练 将每次排尿时间退后五到十五分钟 坚持一周后 在此基础上再延长五到十五分钟 症状会逐渐缓解 如果这个膀胱训练没有帮助 应去就诊 十九肝脏 七十岁开始衰老 肝脏似乎是唯一能挑战衰老进程的器官 其最生能力很强 也是最后开始衰老的器官 所以常常在医学上有七十岁的老爷爷 给二十岁小伙子晃肝脏的例子 应对方法 一 既油腻 稀辣 高脂肪的食物 多吃骨类食物 蘑菇 海蛋 青苹果等 二 保证充足 高质量的睡眠 吃到运动 三 长安泰通学 三音教学 要注意 二十岁的人 肺光能开始衰退 大脑开始衰老 二十五岁的人 皮肤开始衰老 三十岁的人 头发 肌肉开始衰老 体力开始衰退 三十五岁的人 鼠方 骨质开始衰老 生殖能力开始衰退 四十岁的人 牙齿 眼睛 心脏开始衰老 五十岁的人 前列腺 肾脏开始衰老 五十五岁的人 肠道开始衰老 六十岁的人 味觉开始衰退 六十五岁的人 声音开始衰退 膀胱开始衰老 七十岁的人 肝脏开始衰老 是时候了 我们的认认真真 地对待自己的身体 让我们一起来对照 人体衰老的时间表 对症下药 留住青春的脚步 让衰老来得慢一点吧 毕竟 抵抗不了衰老的速度 满留不住青春的脚步 只有让自己渐渐康康 才能对得起时间的路 只有积极去奋斗 才能让生命算数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